2022年如期而至 在这2021年的末尾 迎来了万众瞩目的跨年晚会 包括央视在内 各家电视台集体发力 共同送上一场接一场视觉盛宴 而在这样辞旧迎新的时刻 又诞生了不少惊艳众人的迎平民场面 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是周深 周深作为这两年快速发展的艺人 歌手 有着独特的嗓音 这次 周深更是参加了三个平台的跨年晚会 算得上是炙手可热的歌手了 在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上 周深演唱了一首《生活总要赢着光亮》 这是今年他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演唱的OSG 在晚会现场 周深也用极强的爆发力演唱出了这首歌的魅力 让大家看到心中的那束光 之后 江苏卫视更是用高科技的技术手段 让邓丽君来到了舞台上 和周深同台演唱 和昔日的偶像同台 不难看出周深内心的激动 两个人合唱了《小城故事》等多首经典的歌曲 还尝试了粤语歌 周深和邓丽君声音的适配度很高 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可以和偶像同台演唱 也圆了周深的梦 除此之外 周深还在某站演唱了英文歌曲《Just like a fire》 周深每次唱歌都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英文歌也是信手拈来 这已经是周深第三次和该平台合作了 周深的身上有着浓烈的二次元含量 之前的那首《达拉崩吧》 就让人看到了周深身上的魔力 也和某站的定位很符合 作为顶流的蔡徐坤 被邀请参加江苏卫视 现场演唱了一首《春暖花开》 一身黑色的西装 把他整个人的气质衬得淋漓尽致 浓烈的金贵感 蔡徐坤这次选择唱《春暖花开》 也是希望用这首歌来激励 一直在路上前进的奋斗者们 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 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希望2022年可以善待每一个人 龚俊作为年初活起来的演员 跨年晚会也被湖南卫视邀请参加活动 众所周知 唱歌是龚俊的重灾区 而龚俊选择了《黄仲仁》这首歌 却意外表现得还不错 搭档男歌手信 唱出了歌曲的磅礴 唱出了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 现场的舞美和灯光AR 从不同角度展现出了龙的风姿 满满的国风感 杨幂和周比昌这次在湖南卫视合作了 小幸运 已经数不清今年是杨幂第几次唱这首歌了 表现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但是作为歌手的周比昌 似乎被杨幂给带跑掉了 也让网友们有些听不下去 甚至一时间 分不清楚谁是演员 谁是歌手了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